我是Enter,欢迎收看Enterbox 今天介绍的这款塔式散热器 是Cougar第一款风能散热器 Volza 85 跟它上市的还有它的弟弟 Volza 50 这部影片我们会以介绍85为主 50这款我们就作为抽奖产品 所以在影片下方留言你喜欢Volza 85或50的哪个特色或优点 或是配单解除你想要用Volza 50组装的电脑规格 买不起的幻想配单也可以 只要合理它可以动就好了 Volza 85作为Cougar的第一款风能散热器 我还蛮意外的 居然没有上RGB 因为我对Cougar的印象就是 它们有很酷的机壳 很前卫的电竞键盘还有电竞滑鼠 当然还有超多款的电竞椅 虽然我很少碰电竞的东西 但就算是我也知道每周报它们的价格定位通常都不低 当然也是因为它们的做工品质有一定的水准 而且因为很多设计都很独到 独特到经常被别家抄袭 这次我就蛮意外 它们搭载的这款风扇是MHP120 这款风扇是没有RGB的 我以为会延续那种很瞎趴的电竞风 但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更符合我组装电脑的风格和审美 也比较符合创作者的使用环境 这也是Cougar第一次推出没有灯光效果的风扇 它可以PWM控制 转速在600-2000RPM 整体设计也相当简约 当然如果是自己想装RGB风扇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组装电脑的弹性跟乐趣 讲到这个可以顺便提一下 官网产品页面最后有提到 简单几个步骤即可完成安装 关于这点我可以补充一下 真的没有在唬烂的 PWM85的风扇安装真的做得很好 卡扣安装都超好扣的 疫情前有一阵子 连续帮几个朋友组了桌机都用塔散 那贵的便宜的塔散都有用到 结果刚好都超难扣的 尤其是贵的那组 我还自我怀疑到去看说明书 转完以后我真的觉得太扯了 回家看YouTube刚好有人开箱 我看他影片里面安装的也不是很顺利 那看来就不是我的问题啦 总之有一阵子我真的对这种 钢丝卡扣的风扇安装是很感冒的 但是Kruger FOSA 85这一组真的是很好装 在套好钢丝的情况下实测几次 10秒内我都可以装好又拆掉哦 而FOSA 85定位是比较高阶的 它随附虽然只有一颗风扇 但是内附有两套 共4条钢丝卡扣 方便大家以后再自己装一颗风扇 产品规格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它有表示的TDP 不过官方表示 FOSA 85的TDP是230瓦 50这一款则为200瓦 散热器底部的接触面为铜底镀链 上面有6根导热管 并且采用回流汗的加工方式 让散热有一定的水准 随着散热管我们看到顶部 可以看到端点都有管帽包覆 不仅美观提升 也降低了导热管的端点 接触到空气而氧化 而顶面金属表面是法斯纹的质感 虽然没有用造型折弯来提高强度 但压下去也不太容易变形 一方面是因为顶部这片厚度是比较厚的 这片的厚度就有达到0.75mm 那一方面是因为它采用了扣并的方式 所以下面这几层都有支撑顶面的力量 就比较不容易变形 中间每层的厚度为0.4mm 加上天花板总共有55层 此外可以看到它的扣并方式 是将侧边整个往上折 让内部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风道 在一般机壳中 可以更加确保经过CPU散热器的风 不会从散热器的两侧溢散 在风道的控制上就会方便很多 随附也有一管散热膏 方便玩家之后拆装 在开箱的过程中 我有看到随附的家常型螺丝起子 后来在安装前发现 这个起子的质感还不错 比我去五金行买的还要好 这个有超乎预期 接着看到测试平台 这次我使用的是裸测平台 所以CPU散热器的限高 我是没有在聊的 不过规格还是放在这边 给大家看一下 此外Forsa系列 目前也支援了LGA1700的脚位 因此这次就搭配 Intel Core i5-12600K 这颗CP值很高的处理器 这颗CPU预设的功耗是125W 那它毕竟是K版可超频的 标示最高为150W 所以等一下我们测试就以150W为基准 主机版用的是华硕的TUF Gaming Z690 Plus Wi-Fi 这张主机版的记忆体是DDR5的 所以我们就搭配了Crucial的DDR5 4800 记忆体算是普条 电源供应器为微钢的 XPG Core Reactor 750W 而显示的部分由于显示卡崩盘的速度 还是不够快 所以目前我们没有打算再入手其他显卡 那还是先用内显吧 测试方式除了刚刚讲的150W 还加入了风扇在TUF的主机版中 有标准模式跟全速模式两种形态 以IDA64单烤FPU10分钟 标准风扇下平均温度80.2度 最高88度 而将风扇的速度调整为全速模式时 平均温度就在80度以内了 只有78.3度 最高为87度 所以这样看来 以大家平常不超频组个电脑 i5 i7 i9 它们的功耗在65W到125W来讲 都是很轻松的 那如果你想超频一下 像i5 12600K 150W 搭配VOSA 85 平均温度也在80度左右 最高温也没有超过90度 都还蛮棒的 除此之外 后续又加上更高压力的180W 同样测试标准风扇跟全速风扇两种情况 这样总共就有4种了 标准模式下的平均温度是92.1度 最高温99度 全速时平均温度稍微降低了一点 到90.3度 那最高温依旧是99度 做完上面这些测试以后 还有一些时间 那我想了一下 这个其实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耶 好 再加码 为什么 因为以后上市以后 大家手上拿到的都会是单风扇的版本 但是我们现在手上有一颗85 一颗50 那我就把50的风扇借过来用 岂不就变成双风扇的85了吗 而且呢 如果我不做这个测试 那以后大家除非你都买两颗 不然大家也做不了 所以对不起啦 抽奖产品的50 你的风扇就拿出来借我用一下吧 同样以比较大的压力180W来做测试 在双风扇全速的情况下 平均温度又略降低了0.3度 来到90度整 最高温也终于离开了99归1 降低到了97度 好了 那就不要叫我再把双风扇的 所有排列组合都做出来 这样我还要额外再跑7次 我觉得工作量蛮大的 综合上述来说 以单塔的散热器来讲 Forza 85的做工在细节上都做得很用心 设计上我也是挺喜欢的 实际上机测试的效果还不错 期待之后 推出双塔扇双风扇的版本 我觉得我会更有兴趣 最后 飞金官方证实 我自己有逻辑的推销 我也觉得蛮合理的啦 就是它会叫85的原因 应该是因为它的宽度是85mm 那用这个逻辑去验证武林那一款 的确也是如此 那我想89不离世 应该就是这个命名逻辑了 因为这次开箱完之后 我还蛮喜欢这个没有RGB 而且风扇又很好安装的系列 所以我其实还蛮期待 未来他们会不会推出更高阶的 双塔扇的版本 那我不禁开始疑惑 这样双塔的系列要怎么命名啊 例如说变成50加50吗 嗯我不知道 还是说我们抽奖就改成提案给 Cougar的双塔扇命名规则啊 好吧不行哦 好啦那我开玩笑了 那总之大家记得要去前面 完成抽奖的活动 邀请您按赞订阅分享 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